第四 creo 我叫袁洪斌 已經在這行業坐了近40年 我們洪斌四況就是 就是用棉花來表現藝術的各種方法 我們用剪刀和栗子 用手工把絲棉搓成我們畫筆那樣的一塊塊筆錯 從一張畫的過程中要把原材料選擇好 顏色要染好 然後把構圖處理好 像剛開始我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動物 然後慢慢地轉向風景 然後慢慢地表現榮譽 但是後來講就要有色彩 現在我們可以講什麼樣的色彩 我們都可以把它表現得淋漓精神 隨著人們水平的提升 我們的表現記憶也越來越講究 創拉連點在我們手上 還有包括我們的剪 直剪、曲剪、彎剪 那麼我們在貼的過程中也有很多技巧 力量大啊小啊 這都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種結果 我們的東西在公民博物園收藏 絲、棉這種獨特的激勵效果 那種蓬鬆啊激勵變化的那種層次和淺浮雕的那種激勵的感覺 還有那種絲、棉的那種通透的那種層次的激勵感 那些專家看的都盼了一個觀紙 那些專家看了都盼了一個觀紙 那些專家看的都盼了一個觀紙 那些專家看了都盼了一個觀紙 那些專家看的都盼了一個觀紙 我覺得千里江山圖這件作品 它真正是连续着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龙所 所以我们这块呢 用这个题材来展现 其实诞成 来表现我们祖国的繁荣和长生 我们也是取了千里张山图的一个局部 这些东西呢 我们前后花了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我们这些东西呢 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亮度 我们把这个丝啊 是贴在金箔上 我们把它轻轻地制作出来 我觉得爱国呢 应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很多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祖国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插插实实做好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为中华文化 能创入今天这样的一个私华艺术 我们真的为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想今后的非议的传承 从职业技术学校里头开始招生专业班 既要学绘画 也要学工艺 要逐步地上规模 未来的前景应该是非常的灿烂 无论从艺术上 还文化的价值层面上 都是非常精彩